大家好,我是爱播 今天咱们继续来学习道德经原文的第五章 首先咱们把原文先来一遍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除狗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除狗 天地之间其有土玉乌 驱而不驱,动而欲出 多言数穷,不如手中 好,这是原文 那么在这一章里,咱们要搞清楚不仁的含义 我们往往认为,一个人没有良心 不讲信用,去欺骗别人 这是不仁的定义 但是在这一章里,天地不仁 讲的是,老天爷没有私心 平等的爱护所有的人类动物植物及万物 圣人不仁,有道德的人同样没有私心 他不为自己,而是以平等心对待同胞 还有周围的一切动植物及万物 再来看,我们在小时候啊 在农村可以看到呢,生火会用风箱 当我们把风箱一推一拉的时候啊 风箱里面啊,就会产生风 一有风了,这个火呢,随之就会变大 同样,在我们的宇宙里 通过阴阳粒子的互动和旋转及运动 也会产生能量 能量一产生 就会形成形形色色的万物 所以 星云 星球 人类 动物 都是通过能量产生的 最后我们来看 大自然 从来不会去说教你 而是以身作则 在视线 咱们看一下 太阳 每天早晨都会按时升起 它从来不偷懒 从来不睡懒觉 所以 咱们人类 一定要向我们的太阳学习 以身作则 去影响别人 而不是用去嘴巴去批评别人 教育别人 当你 真正的做好了 做到了 这样所有的人都看得见 这种比语言的力量 会大很多倍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咱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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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吴 Dave 第四肢 ndEn QI B'Yi ik 李 ail 李 吨 李 吾鸟 赢 吴运用 李 金 简 赢 梦 刀佛 赢 链 赢 走 链 碎 赢 铆 装 赢 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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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尢 铆 在 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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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